大家好,我是大刘 苦瓜正是现在的应急菜 吃了能清热解毒 当苦瓜怎么做才好吃还不苦 今天我就告诉你一个苦瓜的新吃法 首先准备一条嫩苦瓜 去掉头尾 从中间一切两半 再用一个小钢勺去掉苦瓜瓶 特别是这个白色部分 是苦瓜里最苦的地方 一定要刮干净 处理好后先不要切 锅里放水烧开 加一点植物油 让苦瓜色泽更滤 再来点食盐 下入苦瓜焯水 时间不要太长 半分钟左右即可捞起过冷水 配菜一小把木耳 下锅焯一分钟后 也捞起过一下冷水 再将过凉的苦瓜 切成厚一点的片 想让口感更脆 可以再过一遍冰水 再准备洋葱半个 切成丝 不懂吃辣的 可以将洋葱加水和盐 浸泡几分钟 这样吃起来就没有那么辛辣了 全部的食材处理好后 再调一个两半汁 碗里加葱白 蒜末 甘辣椒 以及一勺白芝麻 锅里放油 放一把花椒慢慢炸香 将绿醋花椒 将热油浇在调料上 然后加半勺盐 一勺糖 两勺生抽 一勺香醋 搅拌化开后 倒入苦瓜上 最后搭配一小把熟花生米 香菜 扎板均匀 这样一道敲满苦瓜就可以吃了 吹点鲜香 好吃还不苦 吃夏天饭桌上一道不错的两半菜 喜欢的可以试一试 更多家常菜请关注我 每天都是家里的味道 感谢您的订阅